在基隆出生成长 后来事业有成的75岁王胡瑞珍女士 特别捐赠一台富康巴士给基隆 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受赠 王胡瑞珍女士说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回馈乡里 对 我在基隆出生 现在已经70多岁了 所以我很爱基隆 因为我儿子都党大了 我在这里我跟我先生有做一点小事业 现在传给我儿子做了 我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就去做义工 所以很多地方的义工我都有参加 看到社会上还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尽了一点微薄的力量来捐赠这一点 希望大家能平安顺利 捐赠人王胡瑞珍女士 目前是国际福伦3490地区 新北百富福伦社的社区服务主委 多位福伦社的成员 也都到场官吏 赶配王胡瑞珍女士的善行义举 其实我们的姐姐她真的很棒 她从小就在基隆长大 然后跟老公这样子相遇相知相惜 然后一起打拼事业 然后就这样一直有一个许愿清单 想做这件事情 那刚好姐姐认识我们的芙蓉 然后就是把这个爱 从爱的循环做个最好的一个 无限的循环嘛 对 然后把这个爱一直传播下去 对 所以谢谢姐姐 谢谢 谢谢 真的很棒 国际湖仑3490地区今年的主题口号 就是互为贵人创造希望 你今天当别人的贵人 明天才有机会有人当你的贵人 所以之前有贵人帮助过我们社友JJ 所以她现在担任贵人来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为你感到驕傲 为你感到很光荣 没有没有 谢谢你们大家的照顾 是喔 所以我们会以你为模范 我们会把它推广到我们地区 让我们所有的社友宝券 尊卷都能够知道 都能够来效法您 感谢您 刚才陈总监说的很好啊 我们一生当中一定有很多贵人照顾我们 也希望有一天我们成为别人的贵人 那我自己待会也会说 我觉得我们常常讲一锦荣归 做得这么好 而没有回馈故乡 其实是锦衣夜行 那我觉得JJ他今天的确做到了一锦荣归 以这样的基隆人为荣 也希望有更多的爱心可以在这样基隆可以产生 再次谢谢福伦社的所有师兄们 谢谢 谢谢 副市长邱佩玲说 基隆目前很需要富康巴士的资源 来服务生障朋友 这次很感谢捐赠人王胡瑞珍女士 回馈基隆乡里 将爱与温暖留在故乡基隆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